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公民计划 因为在2007年9月我退休 退休了以后我想时间不要浪费 我就去上了那个社区 南港社区大学的课程 那其中就一年计会 上了这个公民记者培训的课 因为我原来也不知道有公民记者 所以是参与了一个课程之后决定就是说 好那做公民信物记者 那也是因为上了课所以才想要做吗 还是说上了课之后发现 这些东西有兴趣 怎么会想要投入去 投入是因为过了两年了以后 那是2009年嘛 那我参加了一个 我参加了一个 纪录片的课程 那是在新意识大的时候 他们说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课程 纪录片 那我就去参加 那在里面呢 他们就要让我们说 你要记录什么东西 那我想一想 要跟公共有关系 那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广资博爱院 那我就说 那我来记录我们那个广资博爱院 那是一个养老院 记录她的什么 记录她的 就平常的一些活动 其实她已经熄灯泡了 我只是想说 跟这有关的 那那时候就是 就是一个好奇嘛 想去学做纪录片 退休了反正时间就很好 那你觉得公民新闻记者 跟现在的游行媒媒体记者 是不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那个没有讲完 就是说我去做这个 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我发现 这个广资博爱院 有很多的问题 那我就开始找 在网络上 找资源 看谁能来帮忙这个台北市政所的BOT案 然后从这里 我认识了绿党的潘汉女生 然后知道了这个 那个都市专业都市改革组织 专业都市改革组织 他们那边正好有在一个 台北燃烧大地图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坊 参加在发现 哇我们台北市 原来有这么多 我不知道的事情 那我就一脚踏入了 这个环保记者的这样的一个 方法 所以做 就是你对公民记者 这个身份来说 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就是你觉得公民记者 应该是做到什么样的 事情 或者说你对这东西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身为一个公民记者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那问你来讲 我是 我本来 我本来那时候开始 因为我希望我们家 父亲那个广资不爱愿被看到 我是一个很自私的想法 我在想 我去参加这些 环保团体的活动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家的这个东西 也非常地关注到 然后我后来发现 不是这样的 因为每一个环保团体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东西 他们已经 而且他们的人手也不够 资源也不够 他们的人已经被他们关注的 那个 那些议题已经绑死了 所以实际上 你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还是要靠自己 把你自己关心的议题给讲出来 所以我那个 我那个题目从第一篇是 高墙后楼下的春天 那个是 因为我们广资不爱愿 是一个很高的像的 高墙内的春天 那是我的第一篇报导 在绿转森林公园 因为我希望广资不爱愿 因为我希望广资不爱愿 不要盖成 那个 不要盖成 现在是要盖三十几层的国际办件 然后要盖二十五层的 那个住厢的这样的一个房子 这样的一个大楼 要 而且要卖 然后那个广资不爱愿的社福 只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我觉得这个 在我来想是不好的 我希望他做成一个公园 所以我的那个标题是 绿转 心意绿转生命公园 可以去看快三百片了 但是 他有一个好处 我做了 他做了以后 发现有一些人说 他是 那个政府跟他们打关系 他现在醒下来 对 他们都认为是我在报道的功劳 但是 我觉得这个完全 我觉得我的贡献可能有一点 但是最主要是他们的 这个 这个 不知道底下怎么样 像正商之间是怎么样的关系 是他曝光而已 这就是我 一脚踏进去 但是 因为我去做这个东西以后 我才发现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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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民都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他们 看到自己身边不公不义的事情 他们 希望 有人帮助他们 但是 你知道很多 我刚讲的 这些 他们自己已经 很多 立体了 他们 没有 他觉得 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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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 小 小 小 自己 所以 我是 希望说 如果有人找到我 我可以的话 我就去帮他们帮忙 那当初第一篇信号就是在PayPal上吗 那怎么会选择就是PayPal这个平台作为你第一个 因为我们所说的训练就是PayPal的人来跟我们说的训练 那当然我们 设大人 设大人是邀请PayPal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说的 PayPal是07年就发了吗 2007年 OK 也就是说因为PayPal举办了这样子的一个 就像是教学的课程 所以让你知道有这样子的平台并且使用它 那你当初在使用的时候 你觉得在使用上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就是比如说它的界面好不好用 或是你当初在使用这个平台的时候 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困难 那时候我们有蛮多的困难 那我都有写上去 那后来呢 在去年他有做一个改版 那大部分的问题都被改改好了 对对对 所以你有直接的跟他们上内部反应过他们的 就是医生设计上的问题吗 嗯 我不但是内部 我还在我的新闻上写 说什么东西怎么这样 那他们有正式的回应吗 嗯 嗯 后来就是去年呢 然后我就说去年我们去 那其实我 我很关注的一个就是说 我在别人的新闻上回应啊 就是我 你不会拿字笔写 哦 你在哪里回应 你在哪里回应啊 但是 那人家回应也是回到他那天 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写的东西会回应的 所以我希望他有这样的连结 结果我在还没有改版之前 这个就已经可以处理了 所以我很老心 因为对我来说这是很很很糟糕的事情 OK啊 所以那你觉得说在就是这个平台使用上 就是他们交给这些可能的确是有帮助你在 在执行主任你做公民新闻记者这个角色的时候 对 我觉得帮助很多 像上次我有问题我也告诉他们说 嗯 我有状况 那他们就说那欢迎你过来 我就跑过去了 那他们也很很耐心的告诉我 你要怎么样 那除了PayPal以外 像新头壳你有在使用吗 是 我有在新头壳 那新头壳就是为什么会选择 另外一个平台在 就是在一起使用 或者说为什么会使用这个平台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 我们有一个公民记者叫做谢明海 我都叫谢老爹 因为我是好奇宝宝 所以我就叫谢老爹 他说这个只能我叫 别人叫 然后叫老 那宝宝叫当然是可以啦 那他就告诉我 他写了一些东西是关于公事 在内部的一些东西 那那我就看到说 公事有一些委员啊 怎么样怎么样 很多问题 因为我是知道有问题 但是叫我复述我是有点困难的 那我就觉得说 如果有这么多的问题 那万一有什么状况 那我说那脚鱼要扇鱼 我就去摘了新头壳 我就看到那时候不知道我已经忘记 为什么我会知道新头壳 但是我就知道新头壳 我就去那写了一篇 所以你们可以在我的新头壳 第一天可以看到 我写我为什么要去新头壳 我的意思就是说分散风险 我的报道标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那你觉得使用起来有什么不同的差别 哦 他的用法是不一样的 他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那一开始我也是很多意见啦 那后来我反正也是经过一些协调嘛 那后来都改善了 那我现在用 我发现有一个很棒的方法 就是我现在拍报上写好 然后我把它copy起来 拿到那一丢丢上去 就太强了 那以前我笨笨的 就是像写一些偏心的一样 就重新在那里弄 那就麻烦 等于说现在的 你在PayPal上写的 写好的 我把它copy起来 然后就转移到线上 对对对 那你会 就就就我的 他们原来我就不好用的东西 对对我都没有关系嘛 但其实像PayPal上会有一些点阅率吧 或者有一些就是那些推荐的那种 你觉得那对来讲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那意义可大的呢 像我现在 我现在你知道我的点阅率 从那时候到现在 2007年 10月20号到现在 你知道我点阅率有多少吗 如果你有 32万 32万 而且还是浏览人 哦 浏览人 你说你找到我 你知道我到现在我的浏览人数多少了吗 在PayPal上吗 对PayPal上 有问题 呵呵 因为我观察的是新头格 在部落格上 部落格 现在没有部落格 以前有部落格 对就是就是 但是它一起都是同样的树木 都是合起来让上的 没有分说你在部落上 我上多少点阅率在新头上 没有整 没有整 现在已经都整 对对对 因为这次 这一瓶有整的 是整的 没有整的 那以前他们会告诉我说 嗨 花起包包 你们那些东西 是不是可以放在部落格上面 不要放在新闻里面 那我说 好吧 你觉得这一类 不应该放在那里 我就放在部落格 所以现在全部都是 没有在分 所以对你来说 你觉得 我现在的点阅率 昨天看是398万 就是总共的 398万 从开始使用 他 他是这样 我讲 所以对你来讲 你觉得这个数字 你觉得这个数字 代表 嗯 代表 代表 我做不是在空中做 不是在空气中做 还是有人看到 而且 实际上我每一天 当时放上去的时候 并不多 看的并不多 因为我不是人气王 你可以去看那边推荐的 我没有 我没有很多人推荐我的文章 那很多那个什么 呃 很多那个叫做什么 特作总编辑 也没有几个人在 那我也在 在提我的文章 那甚至是那个什么 嗯 公民新闻报 嗯 我现在有 三千 三千多篇了 所以我真正上公民新闻报 还不到两位数 还在各位数 嗯 但是 我有事 快将近 马上收到四百万 那是表示什么 表示我的东西 我自己认为 我自己认为 说我的东西有价值 所以当人家去搜寻 我的新闻的时候 我的新闻被收到 你懂吗 我的 在当时放上去的时候 可能没有什么人看 但是当他们需要找资料的时候 他们搜寻到我的资料 所以我的文章持续的 虽然放在那里 有些已经放了一两年了 可是人家还是可以收到我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是全 全部记载 我是全都录 我不像人家一个东西弄的三分钟五分钟 这样 所以全都录 让他们需要知道 全貌的人都可以看到 OK 停了